悟名 悟名 裁判犯規則有吊銷執照 啊 我知道為什麼了啦 真相只有一個 答案出來了 復盤一個吹判可以這麼高潮疊起 哇靠 回歸今天的重點 裁判悟名這一個點 那如果講到裁判悟名 我相信 大家 應該會想到上一次 上一次裁判悟名是什麼時候 就是 富邦對上夢想家那場比賽 打得很拉鋸的那一場 裁判悟名 凱傑還剩下3秒鐘 阿吉的防守 凱傑的出手 球沒進 時間到 再波沒有 裁判最後阿阿阿 解釋之後呢 裁判悟名敵 啊 裁判悟名 那麼空中Jumpball 球權輪替 夢想家球權 裁判當下以為24秒已經到了 所以他悟名 但是 按照規則 悟名這種東西 應該是不存在 就是裁判吹了就是吹了 所以他當下吹的是 24秒尾利 所以最後的 如果還記得這個判決的話 他是吹24秒尾利 他也不能補後面那個犯規 所以變成 後來Jumpball 因為那時候球還是在空中嘛 裁判享受的時候 沒有人掌握球權 那我們再看今天這個悟名 為什麼我會說不太一樣 一手包貝 敏哥盤奈就自己出手機會 哦 不過最後好像是 好 首先第一個 敏哥的三分線出手 確實沒有碰到框 所以時間繼續走 這時候 就有 就有詳細的東西了 我講解給大家聽 大家看到這一球 裁判已經舉起了他的左手了 這邊比較小 大家如果 看得到的話 裁判其實一開始有 舉起他的左手 所以當下我以為 他是這個 吹判是吹 初屆是 工程師的球 因為他指的方向是工程師嘛 他指的方向是工程師 但是後來我意識到 他應該是在說 這一球還沒碰之前 球權是工程師的 所以這一球其實我也很納悶 家瑞到底為什麼要去碰他 因為 我們如果從家瑞前面的反應來看 他其實是要放掉的 你看家瑞一開始的反應 他這邊是要放掉的 但是我不知道什麼 他後面又去把他撿起來了 因為裁判一開始 應該也是認為 家瑞這個球要放掉 他已經 手已經指出來 如果說家瑞沒有碰到這個球的話 球權其實是 工程師的 我們可以按照這個推理 再來第二個 我們放正常倍數 大家仔細聽 裁判吹完以後 他的確馬上出來講 是霧名 是霧名 不過最後好像是 家瑞踩到了線外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到啦 因為這時候那個裁判已經不在畫面裡面了 但是你們應該會聽到一個很小聲 依稀的 霧名 霧名 所以裁判那時候其實是要 是要講霧名的 那那時候 我必須說這個霧名 跟上一次的那個霧名是 非常 不一樣的狀況 為什麼我今天要開這個直播來講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裁判這個霧名是 非常情有可原的 其實因為這個時候 裁判 他的哨子 還含在嘴巴裡 那這一定是要含在嘴巴裡嘛 你要吹哨 你不可能 不含在嘴巴裡 加瑞撞了上去 所以導致 他來不及把哨子吐掉 然後 被撞的當下 就是你有那個氣要出來的時候 你嘴巴上面含了一個哨子 很容易就會 嗶嗶嗶 就像你看我現在 我現在含一個哨子 我如果 沒有把那個氣給卸掉的話 那個氣唯一的出口就是在你的嘴巴 或鼻子 你可能憋氣 你會講 被撞 所以為什麼當下他這麼快就反應說是 物名 我覺得 這邊必須要給這位裁判一個肯定 因為你要反應這麼快很不容易耶 因為 我跟你講 有時候當下如果裁判 他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吹這個哨 他被撞到的話 他可能一時會茫了 因為他吹了那麼多聲哨 但他不知道判決是什麼 你知道嗎 可是這個裁判當下馬上就說是物名 而且 我們可以看到 後面的那個動作 其實蠻明確的在宣判他所看到的一切 他這邊很小聲的講 他有控制球 他有控制球 然後他這樣子比 那個意思就是因為控制球 24秒要重規 所以就不會有進攻時間到的問題 或是進攻時間的問題 那接下來 問題就來啦 大家就在想 這個球到底有沒有 控制球 跟有沒有壓線 那我只能說啦 以整個轉播的畫面來講 我們無從可考 我們以這個角度來看 他確實還沒掌握球 但是他的左腳已經踩地了 這是大家最糾結的一個點 就是 如果說他這個球 腳已經先踩到地 已經先出界了 那真的沒有什麼控不控制球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 這個轉播畫面的角度 是有角度差的 所以很有可能 一個可能性是什麼 加瑞現在的這個腳步 我們看到的 確實沒有踩線 而是等他控制球以後 他的腳尖往下壓的那一拍 其實會多那麼一咪咪 如果有打球的人就知道 我們常常可能在底線 你的腳跟如果是抬起來的話 可能是在線上 但是沒有壓到線 那這個球也是一樣 你的腳尖通常會有翹起來一點點 所以這個球我們沒有辦法去討論 後面這個 到底是不是一個正確的吹派 因為如果沒有其他鏡頭的話 但我只能說 有這個可能性的存在 就是 他的腳前面是沒有碰到線的 然後等他要往前去救的時候 往前壓了一點點 剩下的吹派大家都知道嘛 如果他今天是出了界外 沒有控制球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時間 如果他是先出界 再控制球 我們看看現在小表 剩下0.5秒 所以大概就是剩下0.3秒到0.5秒 那對於後面這一波進攻有沒有影響呢 當然有影響 因為後面這一波進攻就是 回了一個14秒 敏哥拿到球以後 切進去製造了肖順翼的犯規 兩罰全中 那對於比賽的戰局有沒有影響 肯定是有影響 那如果說 確實裁判的那個 看的角度是沒錯 他後面是腳尖壓到線的話 那我只能說 這是一個正確的吹派 可是沒有其他角度的情況下 我這麼接近的球 我們不能一定說是對還是錯 為什麼重置24秒 14啊 14啊 沒有重置24啊 24秒 有控制球權 沒有 前場球就是14秒 這跟雙手控制球沒有關係 他控制球是球權轉換 問題是 只要有球權轉換的前場 進攻對前場球全部都是14秒啊 今天如果說是 加瑞拿到這個球 然後 他救回來沒有出界 被國王隊操掉的話 這是回24秒 因為這並不是死球 球權沒有轉換 應該說 不是死球的球權轉換 只要沒出界 霧名的話就是24秒正確 欸 突破盲腸 裁判認為沒有出界 然後 加瑞控制球了 啊 我知道為什麼了啦 真相只有一個 答案出來了 裁判 霧名敵 加瑞 加瑞沒有出界 加瑞把球 控制球以後 救回來 球丟到楊敬敏的手上 這時候裁判 霧名敵 但球權還是在國王隊的手上 所以 發24秒 直接搭 欸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大家 要在這邊 還裁判一個公道 那在這邊 我麻煩大家 我們開放跟裁判說聲抱歉 96號 我們都誤會裁判了 他雖然是霧名敵 但是 他的處理 我只能說是 千鈞一發 欸這真的沒問題 我們大家都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欸不是69啦 是96啦 刷69是怎樣 敏哥幾秒碰到不是重點 重點是 加瑞 兩隻手拿球的時候 24秒就要歸了 然後這時候他再傳到敏哥手上 24秒又要再歸一次 所以那時候他停下比賽 確實是從邊線發24秒 哇我只能說 欸要做出這個判決 超難欸 第一個 你要看得很準 加瑞確實沒有出界 第二個 那個球救回來以後 他給24秒 程序上面沒有錯誤 物名敵的處理也非常及時 這個判決 我必須要說難度非常高 也感謝剛剛聊天室那位觀眾 點破盲腸 就是有時候 你在想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一搞錯方向 你的思考邏輯就整個錯誤了 那我當時確實沒有想到這個可能性 復盤一個吹判可以這麼高潮疊起 哇靠 哇 喔 喔 我只能說 這個play有太多的干擾因素在裡面 會誤導我們思考邏輯 反正我們現在已經還原了啦 結束 結束 九六好不好 九六一個讚 這就是小胡當 求憑 九十六還在場上 吹判的原因嗎 沒錯 要是當下的我 肯定沒有辦法 這麼詳細的 按部就班 SOP 處理好 一一的流程 我覺得唯一的缺點 裁判在跟DJ講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講 大家就會明白了 就是 李嘉瑞沒有出界 然後 24秒還沒到之前 他就掌握球了 所以 球救回來 球權是在國王隊手上 楊敬敏拿到球 這時候我悟名 所以 由國王隊 發邊線球 24秒 他如果這樣講 其實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九十六這個吹判幫我扛了 40分鐘的直播時間 下次要請他喝飲料 哪有什麼問題 下次我拿那個 媒體式的 磨爪給他 我們拿兩罐磨爪給他 這個節目 是 請贊助的贊助 提供 請贊助 可是嘉瑞救球 為什麼有算控制球 其實跟大家講一個簡單事情 控制球不一定是兩隻手 我以前也覺得是兩隻手 後來我在上裁判講期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救球 我去拿一下球 好這個我們感謝 感謝軒尼士好不好 記得這個球給我 他兩隻手掌握球往後救 他就算就0.5秒往後救 這也算控制球 他如果說是一隻球 往後一救 往後一救 那也算控制球 所以不是只有兩隻手 如果你們平常有在外面打球的話 主要的認定就是 他有沒有辦法去掌控這個球 可是這又很模糊地帶 那個認定的意義比較像是說 你不管是一隻手還是兩隻手 你只要能夠控制這個球的方向 跟對他有一些掌握 就算控制球 可是這就模糊地帶啦 那如果我用拍的 我是用 我是用這樣子 這樣子拍的 用手指頭 用撥的跟拍的 其實我也是 可以掌握這個球的方向 如果我拍的好 不是亂撥的話 所以這有模糊地帶 但我只能明確的講 反正只要是兩隻手 或一隻手 這樣子往後丟 那都算是掌握球 楊靜敏那個 瞪大眼睛 瞪著裁判那一PLOT 我就在想說 這一球會不會插他提 如果 插了 我給予肯定 如果沒插 我 他插了 所以這球 我覺得OK 其實 我冒堂地在那 瞎嗶嗶 你來你來吹 被我瞪一下 看你會不會在現場閃耀滴兩滴 滴一滴 一滴 不會兩滴 不會兩滴 好祝大家新年快樂 揚美吐氣 揚 揚得意 揚 揚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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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